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语团好手大致出自于中国队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往往也是实力超群的他们 而他很特别 虽然曾是中国队的一员 但对于香港羽毛球队而言 可谓是一界的人物 他给人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他新闻话题不断 如刘信离队出走 摔拍抗议 退出比赛 亦或是打败中国队名将拼到最后 而陌生的是他并没有过人的大满贯战绩 实力并非超强的他 却帮助港队在羽毛球领域有所建树 成为港队羽毛球后备的榜样 那么他究竟是谁 从国家队到港队 从运动员到较量员 他又是如何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变 年少成名 名列前茅 不满安排 毅然出走 一路辗转他能否重回 羽谈高峰 顺毛驴的旅球人生正在播出 一张娃娃脸操着一口流利的无浓软语 时而蹦出夹杂着英文的粤语 这位上海姑娘给我们的印象 似乎与霸气 韧性这些字眼没有关系 她是王臣 是运动员 也是教练 她实力出众 身高一米七的他 对场上的把控毫不吃力 出手果断 杀球迅速 年轻气盛的他更是三进三出国家队 在经历伤病 一度想急流涌退之时 32岁的他却不舍年少时的奥运梦 最终选择踏上奥运的舞台 而在运动员生涯结束之时 也是他身为港队女队教练 归来的时候 回顾近三十年的打球之路 一切恍如昨日 1976年 王臣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弄堂中 为了强身健体 八岁的他开始学习羽毛球 小小的木球拍 就这样他以羽毛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年轻队员当中 王臣是出色的 也是幸运的 15岁被入选国家队 18岁获得世青赛女子单打冠军 22岁在国际雨联中排位第三 在该出成绩的年纪 他似乎从未缺席 然而刚入国家队的头三年 他没有国际大赛可以参加 时间一长反而更加燃起他对胜利的渴望 对于自己的情绪 王臣常说是顺毛驴脾气 顺着就什么都有得聊 就连教练对他的评价也与情绪分不开 有天分但任性 有人说任性就是不顾一切的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样才不需此行 但是年轻语义未封时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任性而付出代价的 在国家队当中 从来就不缺乏有天分的运动员 选择参赛队员可谓是一门技术活 既要保证赛国 又要安抚新老队员的情绪 在这之中 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小矛盾 而个性在国家队的规定面前 往往会暂居其后 由于不服从国家队 不允许公开拍拖的规定 18岁的王晨也一度离队 前后更是三进三出国家队 成绩却保持稳定 性格上的小摩擦 似乎也没有对他产生很大的困扰 直到1998年游博碑出现的换人事件 1998年游博碑前夕 主教练李永波把王晨的名字 从出征名单上换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老将韩金纳 当时李永波教练给出的解释是 韩金纳年纪大了 水平在走下坡路 希望他拿一个冠军再退役 自小打球 从体校到体工队到再进国家队 一切好像是水到渠成的事 留下一封信出走国家队 看似潇洒自已 但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无球可打 没有积分 没有冠军 回到上海队后 交通大学希望王晨代表学校 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而不甘心的他 最后还是回绝了 权衡之下 王晨选择到澳大利亚去读书 打球 从而作为过渡 离开国家队 对于不少队员来说是大事 而他却还能自嘲 说自己一路走得太顺了 受点挫折也好 想象跟现实始终存在差距 世界上没有一支队伍 会像中国队这么完善 澳大利亚的羽毛球氛围 简直与设想相距甚远 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日子里 语言不通 不会开车 不会做饭 这让王晨想起在国家队 当运动员的美好生活 一切饮食起居 不用自己操心 所有后勤保障 国家队都能提供 此时的他 虽然心中还有羽毛球 有夺冠的渴望 但不免被现实捆绑 一个人的生活 目标遥遥无期 训不训练也没有人在意 斗志在一天天消磨 他一下子觉得自己 好像失重了 面对腿迷的自己 王晨也曾想着退下来 但面对熟悉的羽毛球 他却无法说放下就放下 草草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在国家队的成绩当中 王晨一直稳定在世界的前十到前五 而这样的成绩 恰恰注定了他 不会轻易被人遗忘 致使当时对他伸出的橄榄枝也不少 如欧洲俱乐部 新加坡代表队等等 那么此时 王晨又该做何选择呢 从零开始再战港城 困难重重却荣誉不绝 遭遇不公对待脾气再起 心态转变 中营巅峰 顺毛驴的羽球人生 稍后播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 出于增加世界体育交流和融合的目的 海外军团逐渐被大家所熟知 其中包括从国家队出走的运动员 有的出于伤病的原因 也有的认为自己的发展空间很小 想到国家队以外的队伍去锻炼自己 而曾经在羽毛球领域出走的强将 就有皮红艳 姚杰等人 出走打球的运动员中 有的人成绩频频被人遗忘 但也有人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被大家所熟知 风险与希望是共存的 考虑到香港队风格是最接近国家队的一支 香港距离家乡也不远 王晨最终选择了加入香港队 继续延续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还能以中国人的身份再出发 已经很感恩了 王晨这样说道 上世纪90年代 与乒乓球相比 羽毛球在香港并不算强势项目 回归祖国后 近20年来 两地体与交流日渐频繁 羽毛球也从业余状态走向专业化 但整体水平并不高 对专业人才可谓是球贤弱客 而能与港队联系 其实少不了丈夫郑玉敏的牵线 郑玉敏原本是中国羽毛球运动员 因病退役后 跟随姐姐来到澳大利亚定居 正巧王晨处于低谷期 两个异乡的人一见如故 而生活仿佛一个圈子 作为好友 郑玉敏与香港体育总队总教练陈志才 在不经意间聊起王晨来港打球 不料陈志才一口答应 天气 语言 食物 是一个地方必不可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然而适应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 从体育训练体制来说 港队和国家队是全然不同的 中国队训练强度是出了名的大 平时全天候训练 不少运动员还在正常的训练之余加练 每逢大赛封闭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训练辛苦 但国家队运动员并不需要操心 除训练之外的事情 而港队队员却要一脚踢 在专业球队成长起来的王晨 到了香港之后才真正体会到 何为一切靠自己 出到香港 较为轻松的训练 一下子让王晨感觉轻飘飘 他们就是感觉比较业余 不是说好像很职业的那样子 他们主要就是 二四六下午他们都不用训练的 完了以后训练也是 不会太辛苦的这样子 搞瘾都不会被逼得很紧 港队训练间歇性比较大 有时候一天也仅仅举杠铃就结束 王晨只有对自己严格要求 才能保证自己的世界排名 不调出十名之外 于是他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 练单向找陪练 没有集体公寓 自己上下找房子 坐地铁往返训练 打巴士去赛场 就像孩子一样 一点一点从头学起 除此之外 与队员的相处 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难题 在国家队 小队员给老队员递毛巾水杯 只不过是件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港队大家都很独立 这些差异是王晨慢慢明白 做好自己 不给别人添麻烦 很幸运 训练强度和生活企业的变化 并没有让王晨出现心态失衡 反而这种自由宽松的环境 让他可以尽情地发挥 充足的休息时间 适度的训练 王晨的状态 慢慢得到了恢复 在香港的日子里 有爱人的陪伴 教练的信任 信心也通过接连的小比赛 一点一点地提升 2001年 当时只拿着工作签证的王晨 并没有资格代表港队出战 积蓄已久的力量 基带爆发 回想起无赛可打的日子 他也一度认为 这是一种馈赠 2002年 是王晨职业生涯 井喷式爆发的一年 他一鼓作气 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赛 接连斩获亚锦赛 亚运会女单四强 丹麦公开赛女单四强 新加坡马来西亚公开赛 女单八强 挪威公开赛亚军 中国台北公开赛女单冠军 而值得一提的 则是挪威公开赛 当祝贺之声 积蓮而来之时 王晨受宠若惊 他不明白 对于国家队来说 这只是一个小比赛 为何能让港队 士气大振 但对于能获得参赛资格 欣喜不已的港队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飞跃 童年他还被香港体育总局 拼选为香港六大杰出运动员 2003年世界排名 月上第一位的王晨 更以最高的票数 当选为年度最佳运动员 有了不俗的成绩之后 王晨在港队乃至世界雨潭 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大家提起海外军团这个名称时 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中国培养出来的 只是代表的队伍有所不同 2006年多哈亚云会 王晨打败师妹叶培炎 获得女单冠军 李永波教练的道贺 让他意外不已 对于一年前的棄赛事件 王晨说 一切都看开了吗 如果我是他 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第二年 本想退役养生的王晨 却想着再拼一把 进而一战一战打积分赛 荣获市井在亚军的他 对奥运奖牌的渴望更加强烈 在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中 王晨作为香港第118名火炬手出场 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享受过程 以前打球打不好会跟自己发脾气 现在能打一场是一场 而历之年 王晨也为自己的运动生涯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知不觉当中 王晨也慢慢地融入到了香港的文化 曾经一度失去了排名 经过多年的征战又重回巅峰的状态 齐齐落落中的不意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回忆起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港队的队员 他们很开心地在布景板前合影 而获得奖牌的国家队却因为错失冠军而沮丧 也许这就是不同 身处的位置不同 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 当不再是羽毛球为生活的全部 淡化了荣誉的分量 反而更得乐趣 但是铁打的赛场流水的运动员 有多少人可以一拍到老呢 老计福利帅计转型 执教之路探索与挑战并肩 医解不在才人各领风骚 顺毛驴的羽球人生正在播出 33岁也许不是一个女性运动员的黄金年龄 有人默默捧起书本 对学位发起冲击 有人踏入浮沉伤海 扬帆远去 有的人借助已有的名望和经验 进军媒体或者娱乐圈 2009年 在宣布退役之时 王晨也公布了自己新的身份 那就是港队女队教练 早在退役之前 王晨已经接触代理教练的工作 由于有国家队训练出来的扎实基本功 最终港队也选择了他 丰富的搭载经验 对训练的不同解读 这也让港队带来了新的刺激和动力 作为运动员 只需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把水平发挥出来就足够 但是身为教练 则需要考虑更多 如观看比赛录像 分析对手 制定战术策略 更多的是按头准备工作 刚成为教练不久 王晨就带领队伍参加大赛 每天会花叫多的时间跟他们聊天 很多时候 他更像一个长辈一样照顾这些小女孩 留意他们的饮食 担心他们的心情和伤病 注意不让他们受伤 因此 他也被队员称为安静旺 而面对特别薄命的队员时 王晨和以前的观念也有所不同 他认为 不需要把自己拉得太紧 找好自己的定位 具备冲击强队的能力就可以 他们各方面都在进步 比赛啊 包括他们制控能力啊 包括他们训练碰到困难的这些态度啊 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觉得他们在心态上面 现在相对来比较成熟 就是他敢对抗 雕像本来就在石头里 我只是把不要的那部分去掉 这是大师米开朗基罗说的 这也隐含了成为教练的精髓 从运动员向教练员转型 其实并非那么容易 而王晨在最开始的时候 也经历了一番漫长的探索 作为教练 都希望自己的队员 能够继承自己的意志 登上最高的领奖台 致使有时心浮气躁 把握不好其中的度 一直以来 香港秉持文化最大的宗旨 体育运动只属于业余爱好 与在体校长大的内地运动员不同 香港学生从小正常上学 下课后训练 俗称走训 国家队可以针对一个发球 练习一千字 对于港队队员来说 这样就没有时间打球了 奥运周期中 为了得到足够的积分 获取奥运资格 港队队员通常要飞来飞去 一战一战打比赛 他们形容 趁对手打盹时捞点积分 由于基本勾不够硬 王晨采用增加高压训练的方式 提高他们的对抗性 争取时间到训练场进行单线训练 然而香港的小孩并不是特别能吃苦 也缺乏积极性 这一度让王晨很苦恼 在请教总教练陈志才的过程中 老道的财书点出了香港队员 要给个早再打一棒子 不能一直棒子打棒子打 就晕了 如今王晨也会适当调整训练量 但并不允许过多的讨价还价 江山带有才人出 运动赛场上从来就不缺能手 曾经的一姐也得退位让贤 对此身为教练的王晨只是一笑而过 第一我早就体验过了 其实没有人的生活是值得羡慕的 主角终有退场之时 精英群雄四起也是必然 皮肤汗大树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可能 自回归祖国之后 香港体育发展迅速 依靠内地不断往香港输送高质量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内地赛事大开绿灯让香港选手参赛 也让他们渐渐品尝到披荆带淫的滋味 在部分项目上都有建树 例如斯诺克的神奇小子傅家俊 翻版风之后李立山 自行车女神李慧师等 渐渐让人意识到香港体育不是全无出路的 但是最关键的始终是要培养出一批本土的出色运动员 相得真正有为有秘义 所以我们是有航空传入的 也许出色运量的 但是关键的刺激 代表里来人数字 把披荆带的 定义 肯定 估许出色运动 您和美国安排 一批 您的 感谢观看 天风岁月 我们似乎仍然能够看到 当年那位任性自我的女孩 带着她的羽毛球天赋 实现着一个又一个的理想 或许从未想过 这个小小的球能成为漫长的陪伴 年少轻狂离去 心怀感恩归来 在一次次的比赛当中 实现自己的价值 虽然年华老去 但迎风飘扬的 还有她心中的紫金花旗 既往开来的 还有她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 不老的 是她那颗对羽毛球 依然激情澎湃的心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香港故事 我是王源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